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保丽金唱片公司拥有一众在港台地区大有名气的歌手。 而在九十年代初期,有七位年轻的女孩子被视为大有前途的歌手,因此也被媒体称为保丽金七小花,而她们分别是周慧敏、刘晓慧、黎瑞恩、王新平、汤宝如、关书怡以及陈慧贤。 而如今,二十多年过去了,这些小花们也逐渐成为香港乐坛的资深歌手了,那么她们的境况如何?快来看看吧! 1.周慧敏 周慧敏是一位创作歌手及演员,于九十年代走红于香港及台湾两地,发展极致日本市场,曾获封乐坛与女长门人的美誉。 她曾演唱过《自作多情》、《最爱》、《痴心唤情深》等经典乐语金曲,而她作为演员也曾主演TVB经典剧作《大时代》。 1989年,周慧敏因香港电台电视部节目《摩登时代》与名作家倪匡之子倪震邂逅后而成为恋人,但两人曾于1992年分手,后来两人于1996年复合。 最后,倪震和周慧敏于2009年初在香港注册结婚成为夫妇,至今感情稳定。 周慧敏近年已淡出娱乐圈,不过偶尔也会举行演唱会回馈粉丝。 2.陈慧贤 相对于其他几位小花,陈慧贤可算是一位前辈,因为她早在1983年出道,在80年代后期已经是香港乐坛最红的女歌手之一,是少有的可以与梅艳芳匹迪的歌星。 她所演唱的,跳舞街,逝去的诺言,千千雀歌,飘雪,夜姬,傻女,红茶馆,人生何处不相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。 然而,陈慧贤却在1990年突然宣布到美国留学,使她的事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。 虽然她期间也有录制新歌并取得不错的成绩,但当她于1995年回归香港的时候,却渐渐受到年轻歌手的冲击,后续推出的专辑的反应也不是十分理想。 2000年后,陈慧贤也逐渐减产,现实她偶尔会推出新歌,不过她更多时候都是在世界各地举行演唱会。 3.刘晓慧 刘晓慧是活跃于90年代的香港女歌手,代表作有《初恋情人》、《分手不需再流泪》、《口不对心》等。 刘晓慧早年曾在几部TVB剧集里面参与演出,包括成功路上《我爱牙擦苏》等,之后辗转保利金及BMG两家唱片公司,成为一颗耀眼的歌手新星。 1997年,刘晓慧与交往多年的曹猛成员苏智薇与拉斯维加斯秘密注册结婚,组织家庭。 1998年,她宣布怀孕并逐渐淡出娱乐圈,专心做家庭主妇,两人婚后育有两名女儿。 现实,刘晓慧不时也会与老公一起出席商业活动。 4.黎瑞恩 黎瑞恩曾在1990年与BMG签约,推出了首支单曲问候。 后来因陈慧贤到美国求学而减少工作量,保利金需要一个同类型的歌手接替陈慧贤。 因此,决定与黎瑞恩签约并投放大量资源到她身上。 黎瑞恩在保利金时期演唱过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,如《雨季不再来》、《艺人有一个梦想》、《阳光路上等》。 2002年,黎瑞恩与富商曾献子三儿子曾志明结婚,两人婚后育有一女一子,黎瑞恩之后退出乐坛。 除了与家人一起出席公开活动以外,黎瑞恩也会在一些慈善晚会上演唱。 2014年6月,黎瑞恩接受传媒的电话访问,亲证自己与丈夫已离婚,而她也会自己抚养子女。 离婚后的黎瑞恩宣布付出,近年致力于推出自己的新唱片及举行演唱会。 5.王新平 王新平是著名武打影星王宇的女儿,在她就读大学四年级时,同学将她唱歌的样本寄给唱片公司,后得香港保利金唱片赏识,并与唱片公司签约。 她不久后推出《别问我是谁》,在港台地区造成巨大回响,而之后的《今生注定》,《寒冰》,《生命有价》也收到不错的反应。 王新平曾与歌手郑家颖拍拖,但疑似因父亲强烈反对,而最终于1998年分开。 之后,她于2001年与金融界任职的男友李嘉辉结婚,婚后淡出演艺圈。 2011年,王新平宣布复出,之后曾推出几张专辑,现时也会不时登上TVB的节目里现唱。 6.汤宝如 汤宝如于1990年参加第九届新秀歌唱大赛,但未能获奖,同年。 她参加第二届Cash流行曲创作大赛夺得冠军,因此被保利金唱片相众获得试音的机会,从而正式成为歌手。 1992年初,汤宝如与张学友合唱一曲《相思风雨》中出灯乐坛,加上一头短发,开始备受注目。 之后,汤宝如再推出《绝对是个梦》、《哭泣玛丽缘分的天空》等歌曲,在乐坛造成一定回响。 1998年,汤宝如约满保利金后,但出乐坛,曾经入股美容院做生意。 2007年6月,她被传媒爆出秘密怀孕,而婴儿的父亲就是其赛车手男友陈德民。 她于同年8月25日诞下子,而两人也有共识,不会结婚。 2012年后,汤宝如宣布付出,近年也在致力于制作自己的新专辑。 7.关书仪,1986年,刚满20岁的关书仪参加TVB及华星唱片合伴的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。 但最终未能晋身决赛,1988年,在朋友游说下,她参加了于日本神奈川县举行的第五届Marine Blue音乐节歌唱大赛,并获得冠军。 之后,她在前往保利金公司试音并获签约,由于陈慧贤的淡初以及邝美云转投其他公司,关书仪迅速被保利金力捧,演唱了《难得有情人》、《爱恨缠绵》、《浅犬星光下》、《忘记他》等歌曲,使她成为了当时的乐坛天后之一。 2002年,关书仪突然退隐,传闻是因为她未婚产子。 后来,她本人也承认儿子是在2002出生。 但一直未有透露其生负的身份,不过也有传闻只是不当活佛。 2005年,关书仪宣布复出,至今仍活跃在香港乐坛,偶尔会推出新歌及举行演唱会,但名气已大不如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neg日的听计 artists,其计划重新歌手听见 这样 une妙です。